有一次我們就是有一個朋友 就是家裡面新居落成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全家去入 離廚房嘛 剛好管理員他買的就是那種 樓中樓 就是這個家裡面有樓梯的那種房型 哎唷 那我小孩就沒有看過有這種房型嘛 對不對 一般只有百貨公司才有嘛 對 那所以他就在裡面很開心 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那你也知道那種樓中樓那個樓梯 不會說像 一般那種大樓的樓梯 有扶手很安全什麼 那我們也跟著他 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那因為離廚趴人家都會板斗嘛 對不對 吃吃跑跑跑跑跑 吐了 哦 吐在哪 天啊 人家新居落成你知道嗎 吐在人家的地毯上 哇 天啊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趕快幫忙處理 那什麼 那主人家當然說 不用 沒關係 沒事 完蛋要配地毯 當然都是咬牙切齒在講嘛 那我們一看苗頭也不對 也該走了 那我們就回去了嘛 對不對 那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叫你不要跑 你在那邊一直跑 那我們就趕快叫個計程車就回去 吐完了以後 他精力更旺盛了 在那個計程車上面呢 也不安分 然後他一下就踢人家那個 哦 那人家那個司機大哥 一開始本來是 啊 小心小心啊 坐好 坐好 一開始 欸 不要一直踢 就是人家開始有點那個嘛 就不太煩了 那趕快說啊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小寶不可以這樣 就不可以這樣 然後又不安分 然後那個後座上面不是有個燈嗎 對 又跑起來啊 按那個燈 一下開一下 關一下 我就說 欸 拜託坐好 不要這樣很危險 語氣是這樣嗎 語氣 有有 開始有一點有一點不耐煩 有嗎 你應該是說 就像 哦 這樣很危險嗎 沒有沒有 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就像我看到你們兩個一樣 就是開始有點不耐煩 剛剛是說我 然後然後我說 看到你才不耐煩 真的不要這樣 然後你知道台灣大X隊那個 那個後面那個不是有個小電視 對 哦 要開始在那邊 哇 一直按一下 大聲一下 小聲一下 我真的 我真的受夠了 然後到家以後 我就趕快叫他罰站 然後他突然看到我 這麼那個 他本來還有點 有點耍蜜 你叫他罰站的語氣是怎樣 我就說 欸 你真的很不聽話 不是 我就說好 我就叫罰站 這幹什麼東西 他真的會這樣兇他嗎 然後那一天 他們 他跟那個保姆阿姨看苗頭不對 對 他想說 啊 幹嘛 都搞到那麼晚了 來洗洗澡睡了 對的 剛剛吐了 要不要再補一點什麼 哎呀 你們不要在那邊 我說 你們平常在那邊 哇 講得跟真的一樣 叫我做黑臉 養子不教父之過 上涼不振下涼彎 我真的現在要來講了 你們又在那邊 為事打圓場 沒有 他這個就是 突然這樣子 你平常就要讓他有威嚴 你突然 就是平常對他過好 然後突然之間兇的時候 小孩子不會想他自己錯 他會想說爸爸怎麼了 對 爸爸發生什麼事 怎麼了 就是不耐煩 就像看到你們不耐煩 這樣 你今天錄影一整天 情緒都不好 沒有 你下次就生叫 你就是這樣子 在樓梯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你跑到吐 然後我吐 然後呢 然後上街車你再踢 然後我踢椅子 然後到底弄這些神經病給誰看 大概從他出生到現在 你這種嚴盛的兇過他幾次 大概幾次 大概兩到三八 對啊 就是不行這樣啊 所以小寶看到他兇會怕嗎 就是我覺得 看到你比較怕吧 對啊 我被迫當黑臉啊 所以我小孩子只要看到我 我就會怕 因為我是真的會兇起來那種 怎麼樣呢 我們家就是一個鬼靈精怪 他就是遺傳到他爸爸的血腥的那個 那本書裡面 最感動的節日是哪兩個節日 對 然後他就想破頭 我說就是 就是 爸爸這個到底該怎麼寫 我說你看書啊 書一定會有答案嘛 結果他弟弟就跑來 這個那麼感動的事情 你怎麼還要想 嘿 然後我說哇塞 你是有看過這本書是不是 然後我說 那你講啊 那當然是 父親節跟母親節是最感動的嘛 哇 哇塞 有時候一聽就 真厚真厚 對對對 就是很會講 哥哥就拿那本書 你看完這本書 對 裡面會有父親節跟母親節嗎 對 因為那個是 台灣宗教 對 對 就是那種太空說的一些故事有沒有 他裡面完全都沒有提到 任何感動的節日 然後所以他就想了一個這個 他說 你就寫母親節跟父親節 他只講這段 你只是想要討好爸爸媽媽 對 在欣賞圖 厲害哦 好 現在我要問老婆們啦 請問你們覺得 對於老公陪伴孩子的互動 你們還滿意嗎 滿意嗎 這個怎麼說呢 他真的是很用心 然後 很有耐心的在陪小孩 那你們常在po 對啊 帶小孩出去玩啊 對 但對我而言 那是比較屬於 比較沒有那麼有意義的 怎麼說呢 比如說他一個下午都在陪小孩 對 那他陪他做什麼呢 他們就玩一個呢 很奇怪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參透的遊戲 舊超人的遊戲 救超人 超人可以被救 對 就是我兒子他就會說 哦 我暈倒了 然後他就暈倒在我老公懷裡 然後我老公說 那我要來救你了 我要來救你了 他說 好那你救我 然後救完以後說 我活了 然後就很開心 哈哈 我們活了 然後就又再一次 哦 我暈倒了 哦 那我要來救你了 哦 就活了 哈哈 就這樣可以玩一個下午 也是重複嗎 對 這個讓我救到第三次 我說你可不可以十九一點 哈哈 喂 不是 不是 你在想說 為什麼不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比如說你可以陪他看書 你可以陪他就是玩積慕 這對他腦力啊什麼的 有幫助的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可是我就 他就想玩這個啊 就是又回到那個 他要滿足孩子的那個心 他要討好他 你不會不耐煩哦 他不會耶 真的很奇怪 他有個親骨肉 我怎麼會不耐煩哦 他可能呢 可以哦 他就是這麼的有耐心 我會對你們不耐煩 我不會對自己的親骨肉不耐煩 可是我對我親骨肉玩三次 我就說 好好了 媽媽需要休息了 是不是 你好歹也動點腦 去想一些別的事情 對他有幫助 或是比較有趣 對 而且 他過度的呵護到一個 我覺得誇張的程度 然後又 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別人的意見 比如說 就是我的小孩啊 他在三歲以前是不能跑 不能夠跑的 對因為呢 只要我小孩跑 小孩子跑就會怎麼樣 就會跌倒 那只要跌倒回來受傷 他就會馬上質問我們說 旁邊的人說 那時候是誰陪他的 是誰 是誰 好像就是要抓兇手這樣子 壓力好大 那我們就會壓力很大 是我還好 我還可以跟他嗆聲有沒有 是別人就會害怕 哪個阿姨帶他出去什麼 就覺得說 這樣子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都不讓他跑 對 但是我一直覺得這樣子是不對的 因為他就沒有辦法訓練平衡什麼的吧 但是他就是完全不聽 不聽到我們為了這個呢 真的是 吵了蠻多次的 後來是我到學校去 我才解決這個方法 就是我在他面前 然後跟校長開會的時候 我問校長說 請問一下小孩子是不是不能跑 以免受傷 這個校長呢 就停頓了一下以後 就看著我們兩個眼睛說 你這樣子 就像教育不要有勇氣一樣的 是不是 對啊 然後你知道嗎 我兒子自從這句話 這個難度就像我們叫你不要帥氣是一樣 差不多 差不多 對不對 你就是一直帥嘛 對 沒辦法不叫你不帥啊 對不對 沒有 你知道嗎 我兒子經過這個之後 他終於 因為校長講話你沒有話講嘛 我就趕快帶他到公園去玩 你知道我兒子啊 在那個公園我說你可以跑的時候 他那個跑的時候的那個表情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片 就是那個陶遇有沒有 終於逃出來 然後見到那個自由了 你知道嗎 就那個風吹 他那個快樂 你知道嗎 因為小孩子他感覺到 跑的那個快感 他感受到風在他臉 這就是他 對 這就是快樂 你知道嗎 我兒子是怎麼樣 他是要逃遇是不是 要跑什麼跑 他就是要逃出你的手掌心 沒有必要 就是過度呵護這樣 我覺得他是很愛他 一個老來得子 對 是很愛 但是有點老來得子 對啊 你們是要教他嘛 你們不能說 像他媽媽有時候簽他 因為那個那個 現在那種巷子啊 馬路啊 突然崩一個車子衝出來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他媽媽每次就是在那邊滑手機 滑一滑啊 就沒有簽他 那小孩子跑跑跑跑 那這樣怎麼得了 倒是 危險